这个视频跟大家聊聊如何在丹麦租房 租房的网站有哪一些以及在丹麦租房的注意事项 大家好,我是小徐,我的坐标在丹麦 我的视频跟大家分享在丹麦的社会文化以及生活工作的实用信息 欢迎你们给我的视频,点赞留言和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的视频会在每周二更新 视频里面提到的租房网站我都会把链接放在这个视频下方的描述里面 所以你们感兴趣的话就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哥本哈根的房租这么贵 因为哥本哈根是丹麦的首都吧 就业的机会比较多,娱乐比较多 所以很多年轻人都跑到哥哈来了 像哥本哈根这种城市啊 我们星期六星期天在路上也见不到什么人 都待在家里面看孩子 那你想想在那些偏远的小镇 俞兰啊,芬兰啊,这些地方该有多荒凉是不是 所以很多年轻人他们不愿意待在那里 那里的就业机会也比较少 所以很多年轻人他们都涌到哥本哈根来找工作 外人都跑到哥本哈根来读书 所以哥本哈根的房价就很贵 因为人很多资源又很少 所以就一房难求 哈根住宿有多贵呢 如果你是住在大学宿舍里面的话 呃,你运气好的话可以得到一个房间 加上共同的浴室和厨房 那他的房租大概是一个月3500左右 如果你想要,如果还是你运气好的话 你能得到一个房间里面是自带 你自己的浴室和共用的厨房的话 那可能是一个月5000块钱左右 如果是一个家庭想要在哥本哈根 呃,比较好的地段租一个房子的话 一个租一套公寓的话 那价格可能就是在八九千或者是一万的话 如果你租的公寓是80平米,90平米左右 市中心只要30分钟以内的话 那如何在丹麦租房呢 方式又有哪一些 如果你是学生的话 最好联系你的学校 因为一般学校里面都会有找房的逆部网站 你可以在找房的逆部网站里面申请学生宿舍 一方面学生宿舍的他的条件比较好 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交通也方便 呃,离你们上学比较方便 可是等待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因为他不需求嘛 我查了一下资料 给你们推荐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叫做CollegianControl.dk 这个网站是有英语界面的 你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申请学生宿舍 你不是学生 或者是你就是想在丹麦租房 你在丹麦来到丹麦工作的话 那租房的方式有哪一些呢 推荐三个租房的网站 第一个是Bolipot这个网站 第二个是Bolipanda.dk 第三个是Dansk Boli 4meet in Pondodico 有一些网站呢是你可以看到房子的信息 但是要交钱你才能看到房主的联系方式 我跟我老公聊了一下这个话题 我问他他以前是怎么租房的 老公他告诉我 他之前在付费的网站上面交了钱的得到的信息 是没有一个成功的 这时候找到房子 是因为在学校里面工作 然后学校内部有网站分享信息 有哪些房源 他是在那里得到信息 然后租的房 另外一个比较好的就是社交媒体 比如说Facebook 给你们两个Facebook的群 第一个群呢 那里面有八万多个人 这都是分享在跟谁有房源 他们就会贴出来 然后就会直接 你可以直接联系房主 但一定要下手快 因为通常一个房子被po出来 马上就会有人留言 这个当然都是先到先得 但是如果你自己需要房源的话 你也可以在上面po一个帖子出来 那如果人家有房源 他看到了你觉得合适的话 他就会直接联系你 第二个Facebook群是New in Denmark 这里面呢 就是在 这是一个以英语为主的 丹麦的外人人 他们加入的一个群 不管你是租房方面的 或者是你生活方面的任何问题 你都可以在上面发帖 都会有人非常热心的回复你 或者是你可以在丹麦的龙域网上面发帖 或者是看看他那里面有什么房源的信息 或者是Tranese in Denmark 但是这毕竟是丹麦 中国人嘛 所以圈子比较小 还是整个以丹麦人或者是讲英语的 所有在丹麦的外国人 这个圈子比较大一点 寻找到房源的机会也会比较大一点 关于租房 我有几个tips就是可能你们自己租一套单身的公寓 比较困难的话 你们可以试试几个人合租一套公寓 如果这个公寓有两个或者三个房间的话 你们可以合租一个公寓 九千块钱的话 你们三个人合租一个月可能就三千块钱 也会比较便宜 租房子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第一个就是你要先看房子再付钱 如果是中介的话 你要看它是不是正规的中介 它有没有地址有没有实体店 在地图上查一下 第二点你要认真的看租房的合同 关于押金维修房子损害等等上面是如何描述的 一般在丹麦租房子 它不会让你住满两年 两年之后 这个房主 房东就不能随便赶你走了 在丹麦是这样子的 两年之后 你在一个地方住满两年之后 房东就不能随便赶你走了 反而是房客拥有主动权 它决定是去还是留 所以呢一般在丹麦租房 私人呢他们都不会让你住满两年 在丹麦租房你在搬出去的最后一个月 搬出去的最后你要搬出去 然后在最后一个月你要提前两个星期搬出去 因为 呃房东要维修粉刷整个房子 是要是这个产生的费用就会从押金里面扣 所以最好你在住之前你先拍一个照片 搬出去的时候呢你再把它恢复原样 第三点如果是保证金低房租低要你马上交钱的 那可能就是一个骗子 可能租了这段房子有短期的使用权 然后他再把这个信息给发出去 呃想要骗点钱什么的 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 在房子被骗你们可以查一下房主的信息 有一个网站叫 quark.com 你们可以把房子的地址给输入进去 这样子你们能查到关于房主的信息 总之那多用点心就可以把事情办得更好 防止被骗 最后祝大家租房顺利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在这个视频的下面留言 记得给我点赞和订阅哦 我们下周二再见吧 拜拜 拜拜